说到柏拉图描绘的亚特兰蒂斯 可能很多人会想到撒哈拉之眼 最近又有新的发现了 从侧面证明了传说中的亚特兰蒂斯文明可能真的存在 亚特兰蒂斯不是故事 而是真实的地球历史 首先简单的介绍一下亚特兰蒂斯 亚特兰蒂斯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 在他的两本对话录 克里提亚篇和地脉欧篇 都有提到的传奇帝国 在亚特兰蒂斯的故事中 我们的世界是这样形成的 宇宙的造物组想要整顿一下混沌的秩序 他们创造了一个和自身相似的宇宙 这个宇宙的形状是完美的球形 宇宙也在做周期性的运动 造物组还造了一个太阳 可以区分白天和黑夜 它还造了四种生物 众神 天上飞的鸟 水里游的鱼 陆地上的森林 时光飞逝 远古的地球被众神刮分 众神可以像牧羊人对待他的羊一样 照顾和引导他们所在地区的人类 那个时候 亚特兰蒂斯是被海神波塞东掌管的 波塞东的第一个孩子叫做阿特拉斯 阿特拉斯从他父亲的手中接管了亚特兰蒂斯帝国 岛的中央是帝国的皇宫 四周环绕着一个宽185米的环渠 亚特兰蒂斯也是一个物产丰富的帝国 拥有很多的自然资源 包括一些金属资源 野生动物 可食用的牲畜 以及植物 树木 草药 还有蔬菜水果等等 周围城的土地上竟有港口 日夜都集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船只和商人 此时的亚特兰蒂斯人对神灵是十分顺从和恭敬的 他们不沉迷于金钱或者是其他的财产 他们了解宇宙的法则 随着波塞东的后裔和人类混居 他们就失去了神秘心 而亚特兰蒂斯的人民也变得唯物主义了 追求更多的财富和领土 他们以前那种安居乐业的生活一去不复返 天神宙斯见状就造极众神 打算毁灭亚特兰蒂斯岛 亚特兰蒂斯就在一夜之间 因为大地震和洪水沉入大海 为什么柏拉图对亚特兰蒂斯这么了解呢 因为他是从梭仁那边听到的 梭仁是公元前600年左右的古希腊的一位政治家 梭仁曾经去过埃及 参观了古埃及的一座城市 赛伊斯的一座奈特神庙 在那里神庙的祭司告诉他亚特兰蒂斯的存在 这些祭司翻译了宫殿墙壁上的象形文字 告诉梭仁 埃及曾经是亚特兰蒂斯的殖民地 埃及文明是亚特兰蒂斯文明的再现 梭仁就把他在那里听到的都写下来 并写成了文献一直保存着 这些文献在柏拉图家族中是代代相传 后来那柏拉图就把他写入了他晚年的著作 克里提亚篇和蒂麦欧篇 他写到亚特兰蒂斯是存在于梭仁9000年前左右 梭仁大约是在公元前600年 那距今2600年再加上9000年 亚特兰蒂斯存在的时间大约是在11600年前 那说的宽泛一点 大概的时间应该是在10000到15000年前之间 其实这个时期和亚冰期是重合的 亚冰期是一个持续大约1300年的气候寒冷的时期 它的放约性态年代是可以追溯到11000年前到10000年以前 所以时间上是大致吻合的 那假设柏拉图说的故事不是幻想 而是真实存在着地球历史呢 那很多人可能都有听到过一种说法 这个地球上可能真的有一个地方 恰好是符合亚特兰蒂斯特征的 就是撒哈拉之眼 如果从卫星上看的话 这确实就很像我们刚才说的亚特兰蒂斯的形状 很神奇 地球上居然还有这样的地貌 科学家们也一直无法搞清楚 这个撒哈拉之眼的构造是什么 在上面也找不到任何的矿物质 说明它不是陨石坑 而且它的地理位置也很特别 是在非洲西北部一个叫做毛里塔尼亚的地区 那除了外形有点像之外 还有什么新的推测会让人认为 它就是亚特兰蒂斯呢 首先就要说到古罗马地理学家 庞博纽斯梅拉 他在公元前43年 利用当时那个时代的认知 完成了这幅世界地图 地图是东边在上的 那为了更容易观看 我们要旋转它 让它北边朝上 欧洲在左上方 非洲大陆在下方 如果仔细观察非洲的西北部会发现 这边也有怪地区叫做亚特兰蒂 是现在撒哈拉之眼所在的地方 那它的名字也和亚特兰蒂斯有点类似 在柏拉图的书中呢 在亚特兰蒂斯有一条通往南方的海峡 那撒哈拉之眼在南美也有一个开放的部分 在亚特兰蒂斯上还有做建筑 是由白色黑色红色的石头组成的 那在撒哈拉之眼中也发现了相同的红色和黑色的石头 那根据柏拉图记载呢 亚特兰蒂斯是盛产金银和其他金属 而根据1851年写的一本毛利塔尼亚的历史书中呢 也有提到阿特拉斯这一地区是盛产铜铁铅银和金 那这里的阿特拉斯呢 说的是位于毛利塔尼亚北部的阿特拉斯山脉 阿特拉斯这个名字是源于希腊神话中 毛利塔尼亚国王阿特拉斯 而我们前面也有提到 波塞东的第一个孩子的名字也叫阿特拉斯 所以阿特拉斯这个名字和撒哈拉之眼的毛利塔尼亚联系在一起 还是很有意义的 那波塞图还记载过亚特兰蒂斯拥有丰富的冷泉和温泉 一般是用作露天的沐浴和室内温泉 令人惊讶的是 撒哈拉之眼过去可能真的存在温泉 但看微信照片很多人可能会觉得 这就是一片干燥贫瘠的沙漠 怎么会有温泉呢 那大家不要忘了 亚特兰蒂斯都已经是一万多年前了 第一次早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有一篇论文里面有提到 撒哈拉之眼的构造是白尔纪减乐液构造 那温泉就是从这个结构中喷涌而出的 就好比现在也有研究 说是撒哈拉沙漠以前 曾经是一片郁郁郁郁郁的森林 和人口稠密的地区 亚特兰蒂斯岛附近 是有一片广阔的矩形平原的 那矩形这部分和撒哈拉之眼也是对得上的 最近科学家的研究也证实了一件事情 一条古老的河流曾经穿越过撒哈拉沙漠 它从阿特拉斯山脉流出 并顺着撒哈拉之眼方向的路径 一直延伤到大信仰 这条河流存在的时间距今 一万一千七百年到五千年之间 那据推测这条河流的流向就是如图所示 而从卫星上仔细观察的话 撒哈拉之眼的结构 也的确可以看到这股水流的流向 这是很严重的水时痕迹 亚特兰蒂斯存在的时间和这条大河 存在的时间也有重点 还挺神奇的 而且不只是河流 亚特兰蒂斯的地形 在一万年前发生的那次灾难 肯定是会发生极大的变形 那如果查看撒哈拉之眼 这个地区的海底滑坡数据 也可以看到 据研究的在一万年前 一场海啸很可能在这一片区域 造成了巨大的海底滑坡 多大呢 据说是300公里的三体滑坡 那如果这个理论成立的话呢 那亚特兰蒂斯的遗迹 有可能就被埋在 距离这里300公里的海底 撒哈拉沙漠最大的火山呢 叫做埃米库西山 高度大约在3400米 上一次喷发是在240万年到130万年前 而在1.2万年到1.4万年前 曾经发生过一次熔岩流 从涂山上可以看到水池的痕迹 是明显盖过熔岩流的痕迹 它把一部分的熔岩流痕迹给抹掉了 也就是说一定是火山先喷发 然后这条河才经过 这条大河经过的时间 一定是在火山喷发之后 说明的就是在一万两千年前左右 这个地方确实是有水的 也有论文对撒哈拉之眼用其他的角度来进行研究 他们发现了这个地方的苦咸水区的软体动物 是可以追溯到15000年前到7730年前的 什么是苦咸水 苦咸水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海水 这就意味着撒哈拉之眼 至少在15000年前就有海水 还有一个证据就是 撒哈拉沙漠中的第二大的火山附近 发现了一些白白的东西 这个不是雪 是盐 再来看撒哈拉之眼的卫星图也是可以发现 在外围地区也有一些盐 刚好在海拔比较低的地方 那所以可以推测在以前 撒哈拉之眼确实是存在海水的 这些海水都被蒸发和沉淀了 实际上柏拉图在描述 亚特兰蒂斯的位置的时候 是说它在赫拉克勒斯之柱的尽头 赫拉克勒斯之柱是一个很古老的名字 指的就是现在直布罗头海峡 路口处的一个海角 但是看地图就会发现 这个和撒哈拉之眼的结构是天差地别 因为柏拉图说 亚特兰蒂斯是在一夜之间被拍到水下 所以有人认为亚特兰蒂斯可能就是在这附近的海洋中 而撒哈拉之眼有一个明显是不符合 亚特兰蒂斯的地方就是尺寸的问题 柏拉图说亚特兰蒂斯中央岛的直径为 五个斯达丘 斯达丘是以前使用的一种计量单位 翻译过来叫做体育场 一个斯达丘是185米 岛的直径就是925米 外侧被一个斯达丘宽的环形通道包围 再隔两个斯达丘的距离 就有第二个宽 两个斯达丘的环形通道 再往外就是第三个 以此类推 总的算下来 亚特兰蒂斯的直径大约是4995米 但是如果把这个大小放在撒哈拉之眼中 就会发现 完全对不上号 但是经过这个计算发现 从亚特兰蒂斯的外围到撒哈拉之眼的外围 刚好是50个斯达丘 这是巧合吗 还是别的原因呢 当然也有人说是因为测量方法不同 也有人认为可能是一些翻译错误 毕竟经过12000年这漫长的时间了 很多语言都发生了变化和失传 拉拉第英语曾经是一种通用语言 但现在说的人也很少了 现代英语本身也只有500年历史 那和古代英语也不一样 说到这里 你认为撒哈拉之眼真的就是布拉图说的 12000年前的亚特兰蒂斯吗 亚特兰蒂斯不是故事 而是真实存在的地球历史 那对此你有什么想法呢 欢迎在朋友区留言讨论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